那个树洞里面老凉了 阴森森的 小麦都忙了 秋天就这么来了 又到了采采采采采采的季节了 能采采的季节就这么两天 再不采来不及了 再过一段时间上洞了就啥没有了 看到那个山了吗 其实那山可抖了 我们都叫这个地方是神仙洞 那家叫神仙洞就是这个山 就在这个山的悬崖峭壁的中间 有一个树洞 这个神仙洞就是这么命名的 那个树洞里面 你看现在外面这么颜色 那个树洞里面 老凉了阴森森的 人都很难进去 因为它就在山的中间特别的陡 看着没有多高 看我放眼了 就知道它有多高了 我爸他们小的时候 小孩淘气 上里面去看过 说里面全都是鸽子 光鸽子的粪便就罗得特别的高 过去没准就是有人在里面居住过 它的石壁上还有一些划痕 但是这个是一直都没有人来研究过 在悬崖峭壁之间 我们这边的人都知道这个树洞 因为它在湿地的最中间 这附近有好多树 就是抽里的树特别多 我们小时候年年都到这边来采抽里子 抽里子现在就是到了好吃的时候了 我妈特别愿意吃 但是今年不忙了 挣钱了 她也出不来 我就帮她出来摘一点 够自己家人吃就行了 其实在市面上蛮也能买得到 但是就是想要自己摘的那个过程 离这树这么近 和自己踩点 总觉得这后夏天摆过了 过两天再去踩蘑菇 马上蘑菇也出来了 哎呀好忙啊 山丁子树还没熟呢 山丁子就得等 上树王了之后才踩 湿地里面就是景色最够好 到处各种公园的小鸟 知道这个小鸟叫什么 哎 假丧死 嗯 我的药自燃了 太热了还挺小的时候 到这地方那树上那果儿 把树枝压得都坠坠着 这今年 枝反夜冒的 果儿呢 我爸说回去吧 没有我就不甘心 但都在树尖上了 考验我的小孩把呀 真真是 看见气泡了 上面有点瘦 我也行 上面有点瘦 有骨头就不愁肉吧 最近巴拉踩了这么一点 去掉睡叶好没剩啥的 看得见摸不着 好你说难受不难受 嗯啊 行了够我妈吃了 太不容易了 现在这温度啊 得有30度 汗蒸了 一几度好 真是有点热